来今天给大家讲解如何利用 Windows 电脑的漏洞 来制作一个病毒,来制作一个病毒程序 第一,大家先点开这个设计本 好,现在进入到计设计本 到计设计本里面,大家计设计本输入五个图 然后保存之后运行,电脑就进入这个病毒模式 输入那个英文符号,百分号 在这个笔记本上面五,五上个百号输入百分之零 再输零,一个百号,一个零 然后再输入一个,大家回车的上面 和那个删除键下面,有个竹杠 这个号,看了没有,竹杠 但是它这个号,就是非常细 它会在咱们删除键的下方 或者回车键,一个1N下键这个上键 就是那个移数这个 然后再输入一个百分之零 再输入一个零 再输入一个零 大家记住,移数是个零,不是零 两个都是个八分零 然后,接下来,大家存 大家一定要点存 点存为,点存 然后下面,再选择随便 然后大家换之后,在后面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大家一定要死记 我会 什么减 后面的结尾是BAT, BAT 在这點ت脚的,尚没?或者我选择到吧 567-BAT 这个前面567 大家开的先填 但是BAT是一定 一定是填 BAT 必须保存成这个格式 BAT 它这个病还能生效 然后保存 大家看到没有 我的桌面现在 有个567这个病毒 点击右键 点打开就不行 等十分钟 你的电脑就瘫痪了 点打开 这是一个病毒程序 这是一个病序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类型 是-BAT的 但文件型是-BAT BAT 这个名称后面 一定要把这个文件类 给改成-BAT 它病毒程序 给生效 才开上